1965年出生的郭富城呢 转眼已经到了52岁的年纪 大家印象中他总是在忙工作 但是最近呢 郭富城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变化 早年出道时 郭富城还是舞蹈演员的身份 后来做的歌手 他又发行了很多 快智人口的歌曲 包括《对你爱不玩》 《浪漫樱花》等 后来重心转向电影事业 郭富城拿下了金像奖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荣誉 奉献了《三叉口》 《全民母鸡》 《踏雪雪美》等电影作品 忙忙碌碌几十年 到了今天 郭富城终于打算 将自己的人生转个方向 回归家庭了 我觉得现在真的如果有孩子的话 我应该是很开心的 我喜欢小孩子 而在近几年的公开露面中 郭富城也不再对个人问题 折折掩掩 这次真的要尝试 在大街上公开的那样 我都是人 我都要爱情 缘分的东西 我都是接约之源 天注定 我是一个医员 也是一个普通人 以普通人为自己定义的郭富城 失业再有成就 也确实是时候 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热心天地编辑报道 也是个问题 我宝账 我宝账